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警局警犬队受训的狗儿回来了,历经一年的严格训练,四只警犬昨天结业并返回中市警局警犬队将各自扮演侦察、弃毒、咬捕嫌犯或真气暴猎物等治安重责。 台中市警局还为他们拍摄短片,希望他们发挥侦报、弃毒、追捕嫌犯功能之余,也能担任维护治安狗大使。 在今年11月展开的台中市借花卉博览会等重要活动,以最高规格维护每位市民的安全。 中市警局警犬队于一年前开始筹备,队部涉予原本只有一名远警之情,已经裁撤的台中市雾日区席委住在所,筹备初期没有狗儿,直到新北市警局赠送四只警犬队才略具规模,这四只狗都是拉布拉多犬。 三只黑色式兄弟姐妹,另有一只米黄色拉布拉多犬都在前年夏天诞生。 目前年龄约一岁半,中市警局将他们送到新北市,由四名训犬警察员陪同受训。 昨天四只警犬与训犬员一起结训返回队部,未来还有四只警犬将加入,包括民众捐赠的比利时狼犬忍者。 预计今年11月完成防卫犬训练,协助警方攻坚持妖捕嫌犯。 目前仅三个月大的狼犬的欧比,已进行初阶嗅觉训练。 未来将秀文炸弹爆猎物,可望于今年11月结训。 另有二只土狗也将进行训练,但训练结束时间仍失评估。 警犬队队长陈玉梅说,今年11月可实际出行的警犬可达六只已经完成训练的四只拉布拉多犬中, 用中市政府警察局英文缩写TCPB命名,包括Tiny Candy Pinky 与Bobby, 包括今年台中世界花卫博览会,以及紧接着明年登场的东亚青运动会, 后年的世界兰花会议等大型活动盛事。 当将担任维护治安狗大使,警局相信警犬胜利均加入, 是警察执法最佳利器提升茶器能量,让台中市更安居乐业。